我一直忍住不哭 我怕我一哭出来 把你也给惹哭了 月杨 我已经没事了 真的 你怎么总是这样 把人家弄得这么难受 我也很难受 不过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再难受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你来干什么呀 月盈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能不能 让我在你家里住一晚上 你那么出色 交了一个这么有钱的男朋友 他家的厨房 都比我这爆发户老爸的房子大吧 何必来找我呢 对不起 把我带 Όę 他用不上夜 可以 我别再画 ت睡衆了 我妈妈 你是不是要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啊 你要是想死的话 就死远一点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里的 我不想每天看着你心烦 你别跟胆小鬼一样 有事就躲 真没出现 你就会哭 本来我不想理你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了解你 没想到被你骗得这么惨 你最好告诉我 你是被骗的 你是被逼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爱上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有老婆 不然我非得把你的骨头拆了 当狐狸镜主了 就是你骗我 你也要这么告诉我 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妈 我守着这个秘密快三年了 第一次说 是对木正飞 就是你和赵高兴打他的那一天 他是墨绍千的小舅子 我又有求于他 就对他说 第一次说 好像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以开口 就像是在说上辈子的事 是我的 不过 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第二次说 是对萧珊说 这一次说 这一次说 我才知道 什么叫痛 我边说边哭 好艰难才把这说完 说完了还是痛 痛得死去活来的 我才知道 这个不是上辈子的事 是发生在眼前的事 是发生在眼前的事 是我第三次说 好奇怪啊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就像 是在说别人的事 是别人的 不是我的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去上个洗手间 月盈 月盈 你别哭了 快出来啊 你别哭了 月盈 你别哭了 你快出来啊 月盈 月盈 你快出来啊 你别哭了 月盈 我一直忍住不哭 我怕我一哭出来 把你也给惹哭了 月盈 月盈 我已经没事了 真的 你怎么总是这样 把人家弄得这么难受 我也很难受 不过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再难受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当我有勇气说出这一切的时候 当有朋友 跟我一起分担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我知道 你一定会帮我的 不过 我真的没事了 别人欺负你 我不会欺负你 别人不理你 我也不会不理你 你就住我家吧 一辈子都可以 谢谢 月盈 你再说这样的话 我就把你扫地出门 你还笑 你先好好休息一阵子 我知道你喜欢上班 等你身体休养好了 再回去 我会跟金总说一声的 我现在这样子 还有什么脸上班呢 怎么会呢 他们现在都把你当成 童话世界里的灰姑娘 巴结你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 沐震飞自报身份 出头为你顶纲 你还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我现在 哪还敢上网啊 连他也看不过眼 仗义出手 他弄了一些假照片 让赵高兴呢 把那些照片 发在帖子上 报出沐家二少爷 就是你男朋友 先把网上的事压下去 那他自己怎么办呢 他不是普通人啊 他们家有头有脸的 他爸呀 快被他气疯了 现在正召他回家训事呢 刚才赵高兴说 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了 那我不是连累他了 我另他朋友 他是否递偷 他一直都偷陪他 他真的得打 走 走 走 站住 站住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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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阵 干什么 别动 冷静冷静 四床 冷静 这家花园肯定是贼 赶紧通知管家 管家 有这四床花园 赶紧过来一下 二少爷 老管家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是咱们家的二少爷 这儿没你们的事了 你们走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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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回来了 真是想死你了 我也想您 我们家 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保安 前几个月 这儿没进了一个小偷 所以增加了保安 快别说这些了 你爸爸在屋子里等着你呢 这回你可闯大祸了 又要面胜喽 二少爷 你终于回来了 还终于回来了 还终于回来了 我可是经常回来 一年才回来三两次 都想死我们呢 好了好了 别啰嗦了 快去见你爸爸 好